比斯維龍移民及社區服務協會近日以普通話、阿拉伯語、旁者普語和西班牙語製作了一系列的短片 以鼓勵新移民或對英語有障礙的人士接種新冠疫苗 在普通話的短片中,來自台灣的移民Annie先是懷念過去每個週末和舞蹈團成員聚集一起跳舞的歡樂時刻 然後憧憬疫情能夠盡快結束,生活重回正軌 接著就有一位護士,用中文教民眾如何預約接種疫苗 各協會表示,這些短片已經被瀏覽了幾萬次 他們希望通過分享每個人的個人經歷,來告解大家接種疫苗,共同抗疫的重要性